キャン・ザ・ アムにカテ Nou 他やら Yale&ハルクvarna 忠把ёр saúde 銀行公司 警察在接ding老大 現在請記職師副師長出來 你可不可以請客 今天台北又冷又湿 不好意思 让大家跑这一阵子 因为你应该让我们在里面 你必须让我们进去里面 这样 因为我知道各位的诉求是说 赌博 其实是 国益的课程 大致上我们的想法是这样 第一点就是说 大学的课程 其实依照大学法跟大法官的解释 是学校自主的 我们原则上尊重学校 你先听我说 可是教育部就会在各种场合 我们会宣导要学校注意这些后遗症 那 比如说我们要强调哪些呢 第一个 你的内容 内容 内容也许有一些 博弈娱乐相关的课程 那也许他会掺杂的一些几率 掺杂的一些 赔率等等 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在日常生活上 也会产生 那我们希望是结合这个 而不是各位所说赌博 如果是赌博实际的行为 我们不要教育部啦 这个本来就违反我们 不要说社会上的秩序公序良俗啦 也可能也违反刑法了啦 所以第一个我们是希望内容 内容上呢 要注重这个学理 学理的一些 跟学理有关 那注重多元化的价值 这是内容 那程序上呢 我们希望学校 这个能够 第一个 因为其实 不管是课程的 课程的规划改革呢 都要经过学校相关的会议 那我们希望 当然也规定要有学生的代表 那当然老师也是需要啦 那也要有 所以程序上呢 我们也希望学校呢 要 对 要有适当的程序 另外就是说 当然要依照法律的一些规定 其实我们各位也知道 我们有那个 离岛建设条例第十条 也有提出来 有观光赌场的啦 那当然需要 公民的投票 我不晓得好像前一阵子 好像马祖那边也有通过啦 那这个我们是尊重民主的程序 那另外就是说 如果课程多元 对于学生就业有利的话 只要没有后遗症的话 有时候呢 学生他也许 他毕业之后 他这个也没有后遗症 他毕业之后呢 国艺还没有 对不起 他可以到海外就业 我们现在是国际化 也强调这个就业市场 比如说新加坡啊 澳门啊 也许他在这一方面 因为有最相关的知识 发牌员训练是学理吗 所以另外 发牌员训练是学理吗 你刚刚说课程 我的原则就是说 不要有后遗症 所以各位的这个声音 我们也听到了 那这个有没有后遗症 我们会 是不是学理 发牌员训练是不是学理 因为各个 发牌员训练是不是学理 各位如果理性的说明 我们就会 我很理性在问你 我很理性在问你 发牌员训练是不是学理 我们看实际上的 各校实际上的状况 这个白话文都看得懂吧 如果说没有后遗症的这个部分 我们就会 我们会 我们原则 后遗症的部分 我们跟你讨论 对对对 我们的原则 因为是这样 各校的情形不同 你看你写那么多个学校 国际的学历 对 国际的学历 一方面又禁止赌博 一方面又在鼓励赌博 不是很毛动吗 这个博弈 博弈课程 因为其实是 离岛建设条例 其实是法律 这个有一些 博弈的包装没有用 对对对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 各位的 以后就要变赌徒 对 各位的意见 我们听到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也会列入考虑 这就是你的后遗症 对不起 你要让吴老师起来 你让他跪 对对对 我一开始就请他了 但是你没办法说服他 好 这个大致上 我这几个原则 跟各位说明 你拜托各位媒体 最后问你一个问题 后段的大学 这些技职的大学 他是应该退场 还是变赌场 他应该退场 还是变赌场 开设博弈的不见得是 这个 不是 开设博弈不见得怎么样 他只有两成的科 的班 通过评鉴嘛 对不起 这个道疆科技 这个高教师 不是我们 不是我们 对 一般来说 我是这个整体来看 就是刚才我提到 这几个原则 这个是你管的吗 这个高职 高职开这种课适合吗 那个也是 高职适合吗 不不 我们整个 我当然是代表教育部啦 就是说整个的 这个课程的部分 他一个不是你主管业务的人出来 我刚才提到的 就是说 刚才这几个原则 这不是你管的 这个几个原则 其实都是 其实都是通用的 这些都是我们学校的 这些都是我们学校的 他说通用原则 你可以回应嘛 对 那高职 叫这个适合吗 对 这个部分 就是我刚才说的 提的这个原则 所以各位如果说 对于 学生以后就变成主书了 如果说有意见的话 都可以提出来 教士变赌场 学生变赌徒 教育部师子 教育部师子 教士变赌场 学生变赌徒 教育部师子 谢谢各位的意见 您的声音我们有听到 我们会列入考虑 也请刘老师 他他姓吴老师 吴老师对不起 也请吴老师 您的诉求 我们大概也知道 那我们这个也一起会列入考虑 谢谢大家 谢谢 吴老师回应一下 你讲话好不好 那吴老师回应一下 我们觉得教育部 还是没有诚意来跟我们对话 竟然可以说 你没有办法管 高中开设这个课程 你没有办法管大学开这个课程 那你出来干什么 你要能够代表教育部发生的 跟我们一起讨论 到底大学里面 高中里面开设这样的课程 是谁允许的 目前到什么地步 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部分 做一个怎样的处理 对社会 对我们老师 对家长才有一个交代 要不然你等于白讲了吗 好谢谢 那整个课程的规划 我这边当然代表教育部来提 所以我刚刚提出这几个原则 另外就是说 有一些法律上的规定 像离岛建设条例 其实是交通部主管的 我们 我们依据 我们依据这个法律 其实离岛建设条例是交通部固断的 我们现在针对课程 对 教育部有诚意的话 安排个时间我们进行对话 课程我跟各位 有没有诚意吗 课程我跟各位提 就是说 大学法第一条 跟大法官四线 是大学自主 那我们来讨论吗 那大学自主啊 你要跟 那平线呢 对对对 所以我刚才提到说 可是我们有几个原则 我们有几个原则 我们是希望 对对 我们会跟 我们会跟这个 各个大学呢 另外再安排时间 对对对 那也许我们就 另外再安排时间 对对对 我们听听看各位 听听看各位的声音 这个 其实 不只是 不只是你们这一次 其他也有 类似的声音 那我们也曾经跟 媒体朋友 跟这个 监察院 也有一些互动 也有跟他们说明 其实不只是各位 所以这方面的 各位的诉求呢 不只是第一次了 我们也会列入整个的考虑 那各位如果 有时间 我们也欢迎 就是说另外再做安排 来做一个 在双向的沟通 其实有一些 你听听看各校的意见 也不见得 也许 因为那么多学校 有些有各校的考虑 那尤其大学它发展多元化 在地化国际化 有时候 你听听看他们的意见 比如说 有的学校我了解 它就是要结合地方的特色 它只是在通知教育里面安排一个 那跟茶艺跟陶艺跟什么 跟这个博弈 做一个选择 事实关台湾整体的发展 对对对对 你应该要有这个 诚意邀请明天所有团体来参加 来沟通 来双向的交换意见 对对 这个部分其实也曾经有 也听过这个声音了 那如果各位 我大致上 把教育部的原则 跟各位报告一下 那如果各位 有还 还继续有兴趣的话 我们也许再安排时间 再跟各位 过敏 好 那谢谢各位 谢谢 那过年前可以吗 过年前 这样好不好 过年前进行对话 那还要去请市长官 你如果是我 我随时都可以跟各位交通吗 因为这个 我们希望有决策 对对对 我了解 他没有决定要找他 那现在我就感觉 你的决策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全量大账 是可以给大学自治 好 那今天现在教育部是这样子 只要是高中以下的 叫做地方事务 大学总该归教育部管管吧 可是一旦有争议 一旦再不该扛责任 就叫做地方 那个大学自治 如果是这样子 弄行教育部不用存在 不要浪费公堂 因为你扛不起任何责任 然后 所有东西都玩文字游戏 赌博叫做博弈 然后把那个微积分什么时候 就换上微积分 好像他就不是赌博课程 那请告诉我们 一般学校的那个几率 跟那个 赌博课程交的几率 到底有什么差异 美国总统都没有这样子 还一直辞职 还这样子 拜托 美国总统也不敢招责任 那我们今天记者会就到这边 我们接下去就过年前 等跟教育部进行对话 那我们最后呼个口号就结束 赌博救台湾 赌博救台湾 教室变赌场 学生变赌徒 教育部失职 教育部失职